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美门官方频道的 功夫主厨道理家 上一次我们邀请到我们运虫主厨来做菜之后呢 今天要来请他做第一道菜 第二道菜今天要做什么呢 主厨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凉拌木耳 今天会用到哪些食材呢 今天我们用到这个是干燥的云耳 一样我们会用嫩姜还有红甜椒 夏天到了 是 所以我们会吃一些凉拌菜 对 那黑色黑色就是补剩 虽然它是凉拌的 可是师傅教我们养生的观念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会煮过的 然后再放凉 四季五行搭配对应什么样的颜色 这其实在李峰山师傅的《任养之道》那本书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它这个泡水需要时间至少要30分钟 所以我们会先把它泡到水里面 到时候它会吸 然后水不够我们再加 好 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切我们的姜丝跟红甜椒 好 切丝 好嘞 再来还要片一下 再来我就不多说话了 让大家观赏这疗愈的一面 下一个 下一个是红甜椒 红甜椒 去尺 也会稍微给它片一下 好 好了 没想到过30分钟后木耳长那么大 刚看只有那个一块钱的那个硬币的大小 我们待会 因为它有些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把它撕一下 把它变成这种比较好入口的大小 那我用刀子切可不可以 可以 用刀子或是用剪刀都可以 好 哇好不容易 我们从那个一块钱的大小 泡成50块大小 通货膨胀成这样子真的是 然后要把它变成 5块钱或10块钱可以入口的大小 好的 下一步 主厨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 云耳放到滚水里面去煮 煮滚 对 等到它开始滚的时候我们再计时 计时7分钟 计时7分钟 对 要走到它滚了之后还要再滚个7分钟 对 因为它这种东西它还是会有一种比较新的味道 哦滚了 所以你刚刚开始在计时 对开始在计时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姜丝跟红田椒丝放进去 放进去 稍微的把它拌一拌 直接下去呢 直接计时2分钟 对 因为它已经是滚的状态 好的 呼呼 响了 2分钟的闹钟已经响了 也开始闻到香味了 主厨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洗过了 对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那主厨通常我们凉拌的时候就这样热热烙起来 等它放凉还是说我们要加冰块还是怎么样 我们习惯是就让它自己放凉 因为我们还要调味 对那如果你放冰块的话 味料会容易被稀释掉 OK 下一步就是要开始调味 那我们会用到调味料有酱油 砂糖还有香油 香油 对那我们会有芥末 那芥末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那如果有人不吃辣就可以不加 趁热也是比较好 让它的这些酱料比较容易混合均匀 酱油可以先给它加5匙 5匙 还加糖 砂糖给它3匙 香油就给它一些 两茶匙 然后我们就拌一拌 光这样酱油跟糖还有这些香油加进去就觉得很香 对 然后我会加芥末 好的 如果通常你不吃芥末可以不用加芥末 这时候我们加一点芥末进去 如果你家人又可以吃辣的 就另外捞出来一点点加芥末 另外不吃辣的就一道菜两种风味 要把它拌均匀一点 好了我们就可以放到盘子一边 好来摆盘 还是要淋一点汁上去对不对 对 我们之后再放一点香菜 香菜 当做装饰好 对 这样五颜六色都有了 今天这一道凉拌木耳 看到口水都会流下来 今天我们的凉拌木耳就完成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祖祖 感觉是夏天很适合 然后再配点啤酒 配的一个好菜 哇 每次做节目到这里就是最开心的试试时候 祖祖先试试一下 好香哦 而且还有木耳很有弹性的口感 加芥末会更有一点腔辣的风味 所以你自己回去 自己决定看要不要加点芥末 这一道凉拌木耳 非常好棒 记得订阅我们每一门官方频道 订阅 按赞 开启 分享你的小铃铛 就可以定时收到我们的内容 谢谢大家